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空间诠释上浦东美术馆的主设计师提出了一个领地 一种材料 一些屏幕的设计理念 建筑的领地并不局限于被它称作白盒子的建筑主体本身 还包括周围的绿地 场地等等 建筑场地向西延伸到黄浦江面 并与沿江景观规划与东岸贯通工程相结合 这个东侧的绿地是浦东美术馆延伸出来的一个艺术公园 同时也是举办音乐节 艺术节等重大户外活动的草坪公园 所以这个场地不光是个白房子 还包括它外面的这个绿地 我不知道有朋友曾经去走过没有 因为我是经常去这个东方国际会议中心这出席活动 有时候找别的东西的时候绕到后面去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白色的建筑 它选材是山东的白麻花岗岩 通过材质上的统一 营造出建筑与周边地景的和谐感 通过不同的打磨工艺构建出不同的质感 更好的划分使用空间 这个清水平台与美术馆结合起来看 确实是很棒 东侧这个东方明珠近在咫尺 国际会议中心的水晶球触手可及 所以整个的这个浦东美术馆 就可以说是外滩全景的观察器 通过不同的灯光设计将艺术作品 叠映在外滩的景色当中 所以整个建筑是非常漂亮的 要去浦东美术馆玩的话呢 注意它的开放时间是早上十点到晚上的九点 最后入场时间是二十点 就晚上八点 地址在宾江大道2777号 当然平时可以打一下客服电话 4008208711 去美术馆逛 当然在整个浦东的这个陆家嘴 宾江一线还可以逛很多东西 特别是上海海洋水族馆 离不了多远 但是门票是需要一百五十五块钱的 到哪里 by bwd6 我的 我是